本港每日棄置大約300噸廢玻璃樽 政府去年開始委託承辦商回收 全港三份玻璃管理合約 必要以2億7千萬港元投倒其中兩份 合約定名必要需要按質量要求 每個月送交不少過250噸玻璃砂到政府指定設施 若果未能提交 要在下一個月或政府同意的時間內補 否則環保署可以發警告信 甚至暫停發放服務費 但原來過往一年 碧瑶都沒有按合約要求交沙 累計拖欠超過4千噸 環保署亦隻眼開隻眼閉 未有向碧瑶發警告信 碧瑶解釋 回收玻璃樽未達到理想乾淨回收效果 所以需要調整玻璃破碎過程 以達至政府要求的質量 上個月已經將陽本送交化驗所正在等回覆 環保署說有定期和碧瑶會面 檢討他們的工作情況和困難 已經要求對方在合約的第二年補拖欠的玻璃砂 處方會按合約相關條款 處理公司提交的服務費申請 有業界人士就指出碧瑶第一次未能控制玻璃砂質素 第二三個月都應該掌握到技術 長達一年都未達標就有問題 批評政府只要求碧瑶交指定數量的玻璃砂 就可以拿回服務費等同零罰則 建議如果碧瑶再交不到貨 政府就應該收回合約重新招標 立法會議員許智峰說 過往由非政府組織負責玻璃砂回收成效比較好 因為是有心做環保 相反承辦商只是視回收為一盤生意 以成本作為考慮 促請當局檢討超標機制 將玻璃砂回收 劃分為非政府組織和承辦商兩類 以促進競爭改善成效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